这两个商场都不是韩国 反正最好现在还是港会对不对 港会是一个比较老的商场 我们现在在那边已经 还好有点关系 有朋友关系 找了一个地方 这个 谈的差不多了 还没落实 就希望 落实之后 郭文联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真正正式开一个实铁店 然后就带动一下 然后做的好了 这个模式做的好的话 如果在惠州这个实铁店这个模式做得好的话 其他地方应该没太大问题的 这个惠州的实铁店我是最难做的 包括什么 开什么三五店 什么店 刚开始我一下 后来也不行了 而且他限制也多 我什么会员 一毛钱都没交过那些 那是真正至上税 我一定要把这个模式做出来 能赚钱啊 最起码能不亏了 再会 找大家来 有兴趣的啊 可以带你也好 扎门也好 那个时候就 一个人做的好 不叫好的 一去不秀 不惜春 一定要大家都好 继续不然就违规了啊 金家中 红枣 黑糖 姜茶 红枣 黑糖 姜茶 买二 送一 买二 送一 反正这几天只要 这个有时间 在直播间 主要都会介绍这个黑糖姜茶的了 因为这个姜丝 很多朋友说 菜市场都买不到了 而且 真的坐地起价太贵太贵了 包括我们这个人材料 也贵了 那没办法 到处都一样 啊 所以现在正经哥 还两个送一盒 还送了十个口罩了 啊 口罩在这里 啊 打开给大家看看吧 因为今天我又要换口罩了 啊 我们这个口罩的质量 非常好的啊 工地都不会那个的 挺好看啊 这个口罩 最近当中口罩 好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没看过工厂的 我再去看一次 再看一次回来 这个就差不多下播了 又洋洋了 哎哟 一人花费 哎呀 谢谢你 你看 这朋友夸我们的口罩夸得多好啊 人 对呀 东莞的人就晃一点 可是 哎 我怎么可能 现在跑到东莞去开一个 啊 每天来回切成都一个多两个小时这样子 不科学的 反正我做好了啊 如果有朋友愿意来啊 你说 刚开经哥帮你去 了解一下还可以 因为做事情呢 你也不能光靠一个人会怎么样的 你开一个店 你也不能光靠 每天要这个人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做得好 一定要有一个模式去做的 好 来 那你们就去看一看 哎呀 我都唱到了 来 去逛一下 都去逛了 再看一下就好了啊 差不多的了 这个就是金锅工厂 你这个快递小哥 带你去看一下这个 主要看一下那个 姜茶的切尖吧 好不好 不少啊 再看一下了 哒哒哒 开一下我们的大门口 看一下我们的大门口 这个快递小哥每天在送呢 工厂很多同事每天都收快递 厉害 我们的洗手间 好 进展厅 那你去看一下姜茶的切尖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东西又活过来了 啊这个切尖 这个是我们的展厅 所以那是姜茶全部不见了 这个姜茶呢 啊 去哪里了 都去哪里啊 发火了 你看本来 早上来这里 姜茶的还有了 现在都空了 好 到你们去看看 因为姜茶 我不是 不许骗你们的啊 那么现在生产这间工人 很多都羊了 生产不过来的 所以 你们要备货 真的留点在家里 过年也好 这段时间喝也好 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生产不出来 你看 都在忙这个姜茶的 好